这是我见过最活该的男人 不老老实实歌舞里看好莱坞大片 非要出去看黑社会干架 结果 该说不说 这小伙子命确实挺硬 子弹都蹦脑瓜子里了 却愣是没死 就是把医生给为难坏了 这子弹要是取出来吧 供我这这辈子就得躺床上了 要是不取出来吧 估计随时都有可能抽抽过去 关键是特末以后再也过不了安检了呀 那咋办呢 按传统办 抛硬币吧 然后大强就投盖骨枪子弹出院了 出院之后 脑瓜子明显比以前更加不好使了 怎么看都有了1.2傻子的感觉 由于住院太久 房子被房东转租了 就连行李都被抵押了欠下的租金 老板也因为他脑瓜子镶了子弹 让一个妹子把他给顶屁了 不过临走时妹子给了他一个蛋壳 就是当晚打中他脑瓜子的那颗 大强看着蛋壳上的大宝剑标志 心想此仇不报 我就改名叫小强 由于没有了收入来源 大强只好去蹭别人的才艺 还别说 比上班挣的还多呢 看你也挺辛苦的 给你也分点吧 这把大姐感动得够呛 谢谢啊大哥 唱半天了就你给钱了 白天挣的钱也不够租房啊 大强就只好搁河边对付一下子 就是这辈子实在有点短 顾头就顾不了脚丫子 第二天大强就自个儿表演起了才艺 毕竟老去蹭被发现了容易挨揍 结果钱没考到 反倒把别人吓得够呛 整得边上一老头都看不下去了 就把他叫了过来 老头说我看你本事不咋地 脸皮倒是挺厚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呀 啥公司呀 再生资源回收整合与利用有限公司 说人话 捡破烂 捡个破烂你有必要整得这么高大上吗 你就说家不加入吧 包吃住不 包两餐 那走啊 郑愁今晚还没着落呢 大强就这么成了高大上有限公司的一员 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也很好听 有五星级大厨胖婶 也是这公司的老板 数学天才眼尖妹 什么东西看一眼就能算出尺寸 文学作家小白 呸 小黑 一天满嘴跑着火车 人肉炮弹铁头 至于为啥是人肉炮弹 因为他是人体炮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当然 不是说他射得最远 而是比他远的都嗝屁了 还有发明天才大力 他能把这些破烂都做成艺术品 这啥意思啊 这么明显还看不明白吗 好嘛 进公司啥便宜没占到 还往里搭了一个 最后就是软妹 他身体软得不行 一天天的就喜欢搁冰箱里待着 大强来了以后 捡破烂的工作也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天 他阴差阳错的发现了一个盾牌标志的公司 而盾牌公司的正对面 就是大宝剑公司 没错 击中他脑瓜子的那颗子弹就是这家公司造的 但你以为盾牌公司跟他就没有关系吗 漏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老爸就因为在非洲混战地区排雷被炸死了 而炸死他老爸的地雷 就是这家盾牌公司生产的 那究竟先去哪一家公司碰瓷呢 老规矩 抛硬币 天意让他先去保健公司 结果刚进去就被保安给扔了出来 看来天意也不是每次都好使呀 出来就刚好看见盾牌公司在搞群工宴 就假扮干活的混了进去 他看着盾牌老总在上面讲的慷慨激昂 炫耀着自家武器有多么厉害 卖的是多么多么的好 把台下的大强都听哭了 这独子显然是把无故的生命当成他的提款机了呀 这让大强非常愤怒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这些王八独子 他偷偷跟着来到了盾老板家 用捡来的录音机和话筒做了一个窃听器 顺着房顶烟囱放了下去 刚好听到盾老板明天要和谁在商场见面 于是他第二天就扮成模特 偷听到了两人谈话 说要做一笔军火生意 具体细节要看了样品再聊 大强知道自己一个人报仇指定是不太可能 就回去把这事告诉了大伙 没成想大伙都是凑热闹不嫌事大 纷纷表示要帮他忙 几人很快就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来到了一个有面粉的小区 老头铁头和小黑负责打掩护 大强则提着两瓶老白干灌在了一个信箱里 面粉就这样飘了起来 面粉搞到手后 他们又来到了机场 小黑假扮成了卖特产的小贩 对军火商的人进行骚扰 老头则趁机把面粉丢进了他们兜里 紧接着胖婶大力和眼尖妹出场 假装游客向警察问路 铁头就在后面用热狗勾引警犬 躲箱子里的软胃则趁机剪断了狗婶 没忍住诱惑的狗子撒鸭子就追了上去 结果就被面粉味给吸引了 立了这么大功 供抹着回去怎么也能得到两根热狗的奖励吧 这边暂时搞定 接下来就是大保健公司了 几人装成擦玻璃的 来到了剑老板的办公室外面打探情报 哪成想剑老板这时打开了电脑准备自拍 刚好看见大强一个劲的往里面瞅 他猛的一转身 把大强下的一机灵 好在大强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 赶紧假装抠鼻时把剑老板忽悠了过去 这下剑老板终于放了心 大强也得知了剑老板要去谈生意 他们扎破了剑老板的车胎 让他不能按时到场 大强则趁着空档 用剑老板的名义打发走了来谈生意的人 然后让大忽悠小黑顶替 小黑的忽悠本事也确实了得 把剑老板给忽悠的一乐一乐的 他们把剑盾双方都约到了车站 趁着他们买票着补件 老头和铁头也闪亮登场 用大肠包小肠的方式套走了他们的箱子 等大哥反应过来 哎我擦 我箱子呢 这边光头也懵得了 他们大白天还能闹鬼了不成 样品就这么成功到手 但这才是计划的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给两家公司制造矛盾 小黑打电话给两家公司说他们不讲诚信 我现在要去你们对面的公司合作 这把剑老板给气的 电脑都给砸了 还是顿老板比较冷静 就只熏死了一只苍蝇 但这也不够泄气呀 于是就给剑老板打电话队喷了起来 不过双方喷的还比较斯文 也就是接了对方老底 顺便再把对方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遍 但这也不过瘾呢 所以大强一伙人决定再给他们添一把火 第二天他们就去找了两个演员 让他们在顿老板家对面演大戏 这把顿老板家保安给迷的用 直接就把监控转向对面楼把焦距拉到了极限 感觉这样就能和他们一起玩似的 而卵妹则趁机从通风管道钻了进去 往保安杯子里放了一块睡的箱 等保安睡的箱后 他们就开着吊车进去 把顿老板的豪车全蹂躏了一个遍 等顿老板第二天看着自己爱车的采样 差点没把管家给撕露 搞完顿老板 接着又是见老板家 他们把软卫当成快递送了进去 用吸尘器把见老板的违禁收藏品全给端了 等见老板回家 就只剩下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这还没完 他们又在盾牌公司码头装了一个定时蜂窝炸弹 然后又在对面架了一个大炮 打算把铁头发射过去 哪成想这时候设备出了故障 一下给支冷了起来 结果 好在掉在了水里 不然最后一个人体大炮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都没了呀 大强一看没招了 只好自己亲自上 这回就比较完美 大强成功着陆 他趁着工人正和蜜蜂亲热这股价 把装满武器的卡车开到海边 全部扔到了水里 得到消息的盾老板忍不了了 哪怕动我老婆都可以 但动我武器就属实过分了呀 他通过威逼加利诱 收买了件老板公司的一个员工 在机器设备上做了手脚 就在工人按下开关那一刻 突然 这回梁子是彻底结大了 要搞事吧 今晚我就让你看看是你的盾牌硬 还是我的大宝剑锋利 见老板带着人直接就干进了盾老板家里 但哪成想搞错了 啪啪几枪下去 就把那几个刚出来找盾老板麻烦的军火商给毙了 不过也挺好 这不就可以栽赃了吗 盾老板听到这话顿时就急眼了 说我确实不应该炸你工厂 可他们那是因为你不讲规矩先偷了我的炮弹呀 见老板懵了 啥炮弹 我家也做这个 还能稀罕你家那几个破玩意儿吗 这时刚好有个小弟抓到了进来偷听的大强 看到大强的俩老板瞬间就明白了 难怪呢 我俩们对门几十年了都没闹过矛盾 合着中间有个脚屎棍在脚屎呀 他们决定把大强拉到山里解决 走半道却被一辆报废车拦了路 接着一块大紫铁落下 把车吸了起来 大强成功得救 俩老板也被活捉 还被送到了非洲混战地区 当地居民扯掉了他们的头套 让见老板含住自家的手雷 再让顿老板踩住了自家的地雷 俩老板看着居民手中捧的照片 也明白是咋回事了 都赶紧的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呀 就希望最能轻点 好多保住个胳膊腿啥的 完了还开始干起价来了 最后顿老板一个没站稳就倒了下去 但是手雷和地雷却都没爆炸 原来这些居民是大强一伙人假扮的 这里也不是什么混战地区 而且刚才俩人说的那些罪责 也全都被真恐摄像投入了下来 他们回去后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两位老板瞬间成为了网络红人 一夜之间涨粉千万 但却并没啥卵用 因为最后俩人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好奇心不要太强 没事少错热闹呀 电影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走一波哟 摸摸答 请不吝点赞关注